秦始皇一生醉心长生不老 封痴的就是按照今天的标准 他在世上的日子却十分短 实在的是没有人可以永远活在世上 但生命的本质却是永恒的 在圣经中永恒的主题是很明显的 生命将永远持续下去是个事实 有两种的永恒生命 一种是有神同在的永恒 另外一种是无神的永恒 史诺保罗提醒 在基督里的信徒应该敬虔的生活 并且享有永生是他们应该敏记的真理 让我们思考保罗的说话 神的博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 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 盼望那无谎言的神 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 请你向神提问 亲爱的主耶稣 我怎样才能够确定自己已经拥有永生 请你实践所学的真理 生命是永恒的 为此请你选择有神同在的永恒 并且珍惜每一秒 请向二人宣告你的经验知识 请和你的同事分享有神同在的永恒真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